接下来是由资深媒体人 芝加哥时报主编李祝华 所带来的最新观点 李祝华观点 国王郡的穷人 美国华盛顿州最大郡 无家可归沦落人破纪录 美国华盛顿州人口最多 面积最大的国王郡 名字取得很好听 应该是许多人 向往工作和居住的地方 但是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 因为那个地方的穷人特别多 根据国王郡无家可归者 管理局最新发布的资料显示 这个地方无家可归的人数 竟已经达到了历史新高 在1月份进行的无庇护点统计 竟有16385人无家可归 比2022年增加了22.6% 这项统计是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 规定全美每一个郡 每两年都要进行的一次调查 结果国王郡竟住着那么多的穷人 相当不可思议 其实国王郡是相当富裕 又具有发展潜力的大郡 那里是西雅图市所在地 那内更拥有大名鼎鼎的 全美500强大企业 包括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 亚马逊 领先全球科技的泰斗微软 全世界最大咖啡连锁企业星巴克 飞机制造大厂波音公司 以及声势壮大如日中天的Costco和任天堂等等 照理说这些大公司必定可以为该地区带来大量的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才对 但是为什么还是有这么多的无壳蜗牛呢 根据KCRHA的统计 最主要的原因是当地的房价过高所致 由于高昂的住房成本以及负担不起的住房短缺 西雅图以及周边地区的房价和租金不断上涨 使得低收入家庭和个人很难找到可负担的住房 而使更多的人和家庭陷入无家可归的困境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当地政府和社区已实施了各种援助计划 包括提供住房援助 就业支持和其他社会服务 然而周少僧多 住屋不够问题持续存在 这凸显了挑战的复杂性 国王郡贫困率约为9.4% 这意味着在总人口约220万1195人中 大约有20万9千7百65人生活在贫困之中 所以该郡会有数千人无家可归 其中许多穷人选择住在西雅图市大楼旁边 所搭设的帐篷中苟延残喘生活 这是国王郡贫富差距的明显写照 那是相当严峻残酷的问题 事实上前几年所发生的COVID-19 疫情也对无家可归问题 也对国王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疫情导致经济不稳定 许多人失业或者收入减少 进一步加剧了住房不安全问题 虽然政府提供了一些紧急援助 但对于许多低收入家庭来说 这些措施并不足以弥补失去的收入 和增加的生活成本 随着疫情的终止 许多人仍然面临着经济困难 无家可归问题也因此变得更加严峻 西雅图市政府最近为KCRHA提供了42%的预算 达到了104.67百万美元 这些资金用于支持无家可归者的庇护 以及服务 然而尽管预算有所增加 无家可归的人口仍在上升 这表明仅靠增加资金 并不足以解决问题 政府需要在资金使用上更加有效 确保资源能够真正帮助到有需要的人 无家可归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 其根源在于经济不平等 社会不公和制度性问题 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根本上改变 现有的社会经济结构 消除贫困和不平等 增加可负担住房的供应 提供更多的社会服务和支持 帮助无家可归者重新融入社会 这需要长期的努力和多方面的改革 但只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 相信无家可归问题可以得到有效解决